像弄外集美观光客 每个人都拿着手机等待 镜头一转 原来大家都等着与101同框拍美照 颇文哲更兴奋表示 这个点完全没有台湾人 新运气的这条巷子 再度成为超级热门的打卡点 因为只要站在这里 就能完整拍到台北101 也被誉为最美打卡项 TikTok那边有介绍到这个地方 有一点感觉复古的感觉 我的朋友他们也 也都会来这里拍 所以就想要来这里拍一下 直级现场观光客 一个接一个抢拍照 毕竟在人潮众多的新艺区 想要把101的外观 完全拍到不容易 巷子人不多 构图也好掌握 成为当宏观界 觉得很漂亮 构图然后它整体 打色这些都很漂亮 昨天有到101去 但是拍感觉没有 这里的那么好看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觉得这里还蛮 而且很有氛围感 就在一个小巷子 为了取景角度 小巷口人潮多 又位于转角处 车子通行困难 附近住户也坦言 造成交通不便 因为刚刚你也看到 刚刚好像很多喇叭的声音 因为他们好像 不管是国外还是台湾的 都会把车子丢在这附近 那像是这边也都是私人车围 甚至有被停过这样 住户透露四五年来 巷口人潮从没停过 过去台剧 我可能不会爱你 曾在转角处的居酒屋拍摄 加上韩国男星 金轩虎也曾倒置街拍 引来不少粉丝朝圣 无名巷弄爆红 也衍生出不少小状况 曾经轩虎说我装饰 海岸太别藏包的